随着贵州进入到高铁时代,交通的便利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贵州,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来这儿旅游,生活,甚至定居。 当然,文化上的差异并没有停止他们好奇的步伐,反而越深入,越了解,越喜欢。 很快,在赛德的主导下,今天的圣诞餐准备就绪了。 首先我们可以吃的是这个,加了洋葱, 大蒜酱的这个土豆 这是我们的主菜 然后呢会有这个比较特别的三文鱼塔 它有三文鱼 然后我们烤过的面包片 还有这个牛油果 还有我们自制的一个这个柠檬酱 来组成 最后是我们的甜点 甜点的话会有苹果 还有杏仁碎 然后加上了这个苹果酱 一起焦制而成的 世界各地都一样 每一种担有回忆的食物 它所传达出的味道 不管从味觉还是情绪上 都会让人想起那些快乐 或者忧愁的曾经 他家后院 就是他爷爷奶奶家的后院 有两棵苹果酥 所以他们圣诞节的时候 一直会做类似的食物 然后呢他说他爷爷小的时候 就会给他做这些 不是这种苹果 但是是燕麦片 然后燕麦片上面撒了这些 这种杏仁碎啊 各种这种坚果的碎 就是每个人都会吃到 人家想起一些儿时 比较开心的一些时光 这些都是一些 比如说像肉桂啊 然后我们坚果这些碎啊 还有土豆啊 都是圣诞节 特别经典的一些食物 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 他们都会在圣诞节 吃这些食物 所以说做法上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在这群人中间 威尔廉来中国的时间最长 走过的城市 也是最多的 对于他来说 家的概念 就是儿子Chancey 对于家庭 威尔廉不愿多谈 只是告诉我们 这样的日子 身边幸好 还有同事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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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你有家人 他们都是 结果然是 我觉得十分家 看到你们比正常 离比正常 还可以在他的家中 说到思念 说到远方 使得聚会 似乎多了一层感伤 但因为一句玩笑 有了响声 辩论是嘛 这就日 家庭 一直跟我们一起 照单 肯定是跟我们一起 也好是在我们的心里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品尝到了家乡的美食 思绪也会跟着味蕾 飘向那个很久没回去 却有十分想念的地方 Merry Christmas to everyone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圣诞对于他们来说 更像是一个温馨的日子 可是在中国 似乎是一个狂欢夜 其实仔细想想 这样的一个团聚的日子 一边是疯狂 另一边是温馨 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用更包容的